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這幾天廣東大暴雨大家都知道 那在廣東櫻德這個地方幾乎全程被淹 連醫院一樓都被滅頂了 而我們看到中國的新聞報導 他們毫不避諱的公開報導 說他們一邊在洩洪嘛 然後同時又一邊在暴雨 然後說是因為暴雨太多導致大淹水 所以我們不得不洩洪啊 因為如果不洩洪水庫會崩潰 那如果一崩潰或是怎麼樣呢 下游的廣州市會造成巨大的傷害 所以你們上游要先犧牲又是常規操作的對吧 而人民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在這幾年所有的天災面前 吸不取教訓 明明暴雨是可以預測的 不提前幾天分批洩洪 你為了保那個儲備量跟那個發電量 像是我們台灣啊 禮拜一開始天氣預報就說 這禮拜四到禮拜六會下暴雨 尤其是在台灣南部將迎來止暴雨淡 沒有關係啦 反正年年煙嘛 你們年年愛黨愛國嘛 要知道你們梅雨季節那個龍舟水的時間還沒到哦 五六月可能還會有一次大煙水哈 那至於是廣東廣西哪個地區啊 就不確定了 那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4月24一號 我國隱民子弟病 終於來到英德安就圓我們了 醜到央視記者 和舊宅武警對我們的關懷 就如剪上天花般感動了我們 國家宅我們到當列為1.2甲醫院 我去 竟藏了台灣省瓦地購別去點 看到台灣省人那副死去白癌 不說了 先到醫院整個調瓶前 期盼祖國早已首付台灣省 一本省 國家總是有危難的時候 不可恥 可恥的是一幫恨國黨 見不得祖國越來越強盛 笑話我們水平高 有本事你們這群南方老 別花我們北方民族掙的錢 去發展你 同時又天天看不慣我們北方人 看你不能走江山自清朝以來 至今的新中國 都是我們北方打下的 不然你們早跟台灣省一樣破爛 實在是太暖心了 原來 舊災叫做井上天花 我以為你們會用雪中送炭之類的成語 果然是中華民族 太會用成語了 畢竟啊這個抖音粉紅都說啊 他們大清以來啊 那看來祖先不是匈奴就是女真嘛 不然就是契丹難怪成語都不會用 而不僅廣東鄉下淹大水 連深圳市區啊 也在4月23號被淹了一部分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現在大家看到這就是深圳市區 嘖 哇 還在吃飯有沒有 完全 覺得這個 無所謂一樣 繼續在開車有沒有 感覺好像是日常生活 哇 雨都停了水還沒退 當然啦這個煙的程度是沒有像廣東地區 這麼嚴重 但看起來影響也還是不小 這個河流基本上都漲上來了 蠻慘的啊 但是大家知道最扯 但是大家知道最扯的是什麼嗎 也是常規操作啦 深圳不是淹大水 下大雨 你們看這個車在幹嘛 我相信去年在桌州霸州北京 你們也看到一樣的事情對不對 淹大水 灑水車在那邊灑水 澆花車在那邊澆水 啊 除此之外啊 中共又被民眾發現在擺拍了 在擺拍這個 哇我們消防隊到這個 重災淹水區 去救援啊 拉了一個橡皮艇對不對 結果我們看後面那兩位民眾 在幹嘛 這個消防隊跑去救援擺拍的地方 是煙繞腳踝小腿那個地方 跑去救 太暖心了 不知道啊 中國政府啊 有沒有幫助在深圳的山河大神 或者是流浪漢提供臨時的庇護所 總之啊 在大廣東地區水退之後 隨後而來的是什麼 一片祥和 最近我也看不到有小粉紅說 啊 要捐款幫助廣東 看來大家身體都是很誠實的 選擇嘴上愛國 對吧 而遠在幾百公里外的內蒙古啊 同時也上演了一出荒唐的事 雖然不是淹水 但也是很暖心啊 4月22號 內蒙古的農民們集體要去開根了 結果馬上被當地的村幹部等人上前阻止 你們不准給我開根 想要開根的話 交幾百萬給我 然後也說了110公安來啊 也拿我沒辦法 上頭要我收錢 我就收錢 當農民提出異議 他們農民早就先簽訂好了承包合約 一承包就是30年 對吧 你怎麼可以又二度跟我收這個承包金呢 還不准我跟著呢 你上上面走下 你被人家 從裡面出貨寄就交錢 你把保力條的拿出來 你把保力條的拿出來 你怎麼能承包 你上邊給我兩千 我給兩千 什麼條的保力 更誇張的是當地的政法委書記啊 記雲浩回嗆 我不懂法別找我 台灣人可能聽不懂政法委書記是什麼 你只要從字面上理解就對了 政法不懂法 OK 誰給你們下的通知啊 你說收錢啊 嗯 我們得停這裡一點 那這會你們單方面解除合同 而且不讓耕種 您覺得是合適的 我們這個已經就是也可以 也可以解除 也可以解除 你從哪兒諮詢呢 從哪兒諮詢 土地是我們的 我們沒有權力停止 我問你 我現在身感合理不合理 他問你 我確定不問他 他不用把他當地出來 我也不用 你要不要把他 我也等你 鄭村兩級幹部都表示自己不懂法 這讓人有些哭笑不得 好一個依法治國 文明法治民主富強 是嗎 那這就是小粉紅所謂的依法治國 其實政解無誤啦 領導的看法才是法 所以時常變來變去 他也不會懂 反正最大的那一位 他如果想幹什麼破事啊 不符合法規 那他就修改憲法 反正絕對是全票通過啊 那如此一來就合法 那中下級的官員呢 他們沒有資格去修改憲法 修改法律對吧 那法律解釋權就歸他 而這個法律解釋權要怎麼解釋呢 就看被他欺負的那個人 有沒有夠硬的後台 如果有的話 那就是你的解釋才是解釋啦 OK那雙方的矛盾在哪啊 當地的政府搞出了徒弟 增補承包費 要求民眾要二次給承包的價格 結果農民就不爽要報警 結果公安到場先帶走誰 農民 跟八海鐵鏈女一樣 先帶走的不是鐵鏈女跟他老公那些人 是先帶走才爆料的中國網 跑去探望八海鐵鏈女一家的那些中國民眾 對吧大家急遊行吧 被黑頭套戴著回公安局 這樣子 這個網路上在牆外都有發布過 你們該不會都忘了吧 那這個是不是才是中國人的國耻啊 自己人欺負自己人 才是最不能被原諒 而剛剛前面提到 內蒙古的農民們簽約1930年 你不得隨意終止 或是修改合約嘛 而當地村幹部堅持說啊 這個土地不屬於你們 這說法其實也是正確的 因為中國農村的任何地都是 歸這個村幹部啊 村長他們所有的 由他們去分配的 那最後 不管你有沒有成租 我就是法 我就是當地的土皇帝 民眾沒有土地所有權的國家 你僅有成租權 那他動用公檢法要給你強拆 給你強班 你能怎麼樣 那你僅有成租權 他動用公檢法要你強拆 要你強班 那你也是沒辦法 為什麼當地村幹部要這樣耍流氓呢 原因就是當初租給農民的時候 是一片荒地沒有什麼營養價值 但是農民們用了一些方法 把這個土地變得肥沃起來 所以啊 村幹部看到機會啊 惡意漲租金 或者是要給他們惡赤承包金 當然這次鬧大了 所以啊 中共還是要給人民一個交代 那我就是要 隔職這些村幹部 這些村委書記 僅此而已啊 放心啊 他們在當地有權有勢是土皇帝 他們免掉了 他們還是住在當地 有勢的不會是一個人 是好幾個家族 那他免掉了就怎麼樣 他親友一樣可以上啊 那這些人啊 一樣在後面當曹操 對不對 而一堆中國網友 跑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前幾天發布的影片 標題叫做 中國人權怎麼樣 中國人民最有發言權 國際社會已經看穿美國假人權 霸權真面目下嘲諷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中國人民嘲諷些什麼 看都在嘲諷說 紀雲浩給出了最好的答案 紀雲浩是最佳發言人 我方派出紀雲浩 紀雲浩是人民的拋棄點 父母官是好領導 值得表揚 中國最具代表人物紀雲浩 紀雲浩已經傳到歐美了 人家都震驚了 對不對 全部都在諷刺那個 內蒙古那件事情嘛 對吧 昨天拜登正式簽署了那個 TikTok族出的法案對吧 一年內如果你不出售 那你就滾出美國市場 結果中共痛罵美國破壞人權 你中共國前幾天才下架 一堆美國的App 什麼Toy啊是不是 連中國人在中國都不能用TikTok 然後你說美國不能用TikTok 你很憤怒 當然啦有些粉紅會說 我們用不了TikTok 但是我們有正版的抖音啊 我問你啊你們中國有大陸版的Google嗎 日本有日本版的Google嗎 你見過Google分美國版 還有日本版歐洲版嗎 為什麼他們沒有這樣分 為什麼你不敢讓中國人 跟全球的人用一樣的抖音 或是用一樣的TikTok 要搞兩個版本 你為什麼不敢讓中國人 跟全球的人用一樣的資訊呢 而且啊 美國驅離抖音法案 是召開了多次的聽證會 也在網路上可以公開 也讓抖音的執行長 親自來說明 也親自嗆聲 你讓Google的執行長 跟聖上 還有在中國人大面臉嗆一下看看 而且 他們也通過好幾次表決之後 才由美國總統簽署 這些都是依法行政的過程對不對 最後還要盡到大法官解釋 你即便是美國總統簽的這個法案 有沒有違憲 如果有違憲的話 一樣不給過 那這樣的程序 你說不尊重人權 你中共連司法獨立都沒有 那你還說什麼人權啊 你還說什麼民主自由呢 今天的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小再見了 掰